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立廷 你涉嫌交易违禁药品 暴力伤人 袭击警察 庄宇 你报警抓了老子 哥 这个诊所很好 他救了我 你是 我是 你弟弟刚刚表白的医生 当初你要把我们从诊所赶走 你是为了保护我们 你就是十六年前 跟我有过约定的美人 你那颗子弹挨是心脏进去的 听说林医生昨天给你做手术的时候 紧张得不行 他这么拼你 打赏过 是喜欢你吧 青帮谢成德 已经公开选赏梁少秋人头 这一次的行动 一定要迅速 防止事态 尽多 喝不了酒啊 那就玩个自己吧 你关灯也没有用 我闭着眼睛 也能找到你 就别玩躲猫猫这种游戏了 是 江声一响 警察就把我们封了 我保证 你一定跑不出去 我们两个呢 算扯平了 如果再有下次的话 快 跟上 我绝对不会给你 那些机会 为什么是一颗红色子弹 他到底是什么人 我 我 我的子弹呢 我要的是证据 证据呢 照片呢 让你守个照片 你都守不住 你总是动在脑子 行不行啊 死亡原因是空心针 梁少秋确实很有嫌疑 每一次你出了事 要不是我帮你收拾 你爸能让你留在花城脑的现在吗 想继续留下来 必须接受治疗 我不要跟你说一遍 我没变死 你叫来一个 我就玩死一个 我看你到底能弄多少医生来 周先生 听说你找医生 你看我怎么样 要引金刚和一众派图显身 听说全花城的杀手都会去 我去找何欣欣 不能让梁少秋出席发布会 教官 这次你给他吸引 我当时戴着面罩 看不清了 这个红色子弹的主人 是你吧 你为什么躲着我 你每次都是这样 你要求我做什么 都要告诉你 但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什么都不说 你知道 我有多担心 你 林皓呢 他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 不是我叫他来 他就会来的 有的时候嘛 我叫他来 他马上就来了 还有的时候 我不叫他来 他突然也就来了 还有的时候我 有完没完 请你把衣服脱了 姑奶奶我卖意不卖身 你到底在做什么 林皓送来一位很紧急的病人 需要我马上练好一种针法 你身手好 又会功夫 情况紧急 所以大半夜的 只好上来打扰你吧 梁少秋的八音盒 是你的 从我活下来的那一大 我就告诉自己 一定要报仇 我设法成为了曾万希的养子 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 林皓 好 我们之间只有无若兰可以 平安息了 干干净净的过一生 我提醒过你一生 今晚的大冒险 我们买定离手玩真的 但是你可能一辈子 都找不到你的何警官了 十六年前 你从我的尸体上踩过 从我的手里拿走了这支八音盒 我是后来的 我会来看你报应的 大冒险 你会后悔的 大尼 事情结案 羞扰不止我一个 你不要再说了 你不能杀我 你不能杀我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那就说 从他嘴里 才能问出 谁 什么后主事 你帮我安排一个 单独的助说了 这个究竟是什么 你可以用这个 要求他 做任何一件事 我看他呀 肯定是喜欢你 你千万别和其他女生交往 不然的话 他肯定 会把你剁成入将 黄叔 明昊到底去哪儿了 我都跟你说了八百遍了 他在广城开会 别跟我说他在广城开会 我现在非常确定 他就在广城 他就在广城 梁昊 梁昊